而在教育的议题上 推动华联县偏乡中小学学生学历增能计划绩效斐然 台湾师班大学副教长宋耀廷 教授胡翠军等人 拜会了县长许真卫 并且也说明了四大计划团队 将投入华联县深耕偏乡教育 来期望有效的来提升偏乡教育教学的品质 推动华联县偏乡中小学学生学历增能计划 继校斐然台湾师大副校长宋耀廷 教授胡翠军等人 拜会县长许真卫 说明师大计划圆满投入华联县深耕偏乡教育 甚至给予学校教学技巧 班级经营等专业建议以及教育回馈 以提升课堂的效能 台师大教授胡翠军简单表示 偏乡中小学学生学历增能计划成立扎根教学团队 结合本校各领域如资讯、数学、语言、心理辅导的专业 以校内各项资源行政、教学资源 运用、诊断、筛选、分流 全方位教学培议三个步骤 辅导学校真能在地教师 并且培育台湾大学联盟学生成为偏乡专业教学人才 接受偏乡低成就学生 进进博音术三个学科 以利品城乡学习的成绩落差 虽然许中肯定四大学历真能计划团队 除了强化在地教师的教学品质 也大大提升学生的学学力 提供花莲偏向师生稳定的教学支持系统 虽然俊断也就一直求学 能够将花莲有限的资源价值发挥最大 在每一个孩子上的需求上 善尽自己的责任 共同为教育注入活水 营造优质的学员 为花莲教育建设与其发展开创美好的新局 让花莲不再是偏向的教育环境 知识与其中一关收到